早安 早安 各位觀眾 現在是年 還有兩天半年 是吧? 明天年三十晚 我這幾天和家人在一起 和家人在一起 年拖一我們會播 還再拜年 不如現在拜早年 今天星期五 後天就是年 不是 後天是年三十晚 明天是年三十晚和年初一 我們都有節目 明天是年三十晚 是吧? 明天是年三十晚 後天就是年初一 就是年初一做 年初二做 是的 初一開年 我們有節目 美國是沒有什麼氣氛的 我很幸運有些家人來了美國 大家一起來 我們今天都是找一些 今天明天都是找一些朋友吃飯 吃完過完要減肥 沒什麼說 我都是肥了的 現在是吃三餐 我們一般都是吃一兩餐 現在吃三餐 美國很喜歡吃兩餐的 很多人都是吃兩餐的 很多人都是吃兩餐的 現在香港人還是夠習慣的 一人三餐 其實不關事的 其實是吃得多少的問題而已 今天我的題目呢 你們都清楚了 我們那個比較幾熟那個 就是支持我們香港 講一下支持人權自由的史密夫 史密斯眾議員 史密斯眾議員 它就是新年輕人區 我現在發現原來它在那裡 它不是南邊 它算是新年輕人區的中間 那個叫做大陸 大陸 大陸 比較農村的地區 都不是農村的 那裡都挺欺負的 就是Garland State Parkway 和那個95那裡一直下來 現在才發展 以前比特農村地區 是的 現在就發展 現在New Jersey發展得很厲害 很多人在那裡 他這次就是McCasey委任了他做SECC CECC的主席 CECC就是Committee Commission 它叫做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中文怎麼翻譯 中文怎麼翻譯 他這樣翻譯 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 這就是翻譯了很長時間 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 他是這樣 他參加的那些人 就是國會參眾兩院都有委員會在那裡 行政部門也都派幾個人在那裡 那就是他一個大概是三十個人左右 二十幾個三十個人左右 那一個委員會呢 這個委員會下面有一批工作人員 他們專門負責什麼呢 他們專門負責組織有關中國問題的所有聽證會 香港都包括了 香港的聽證會做了很多次的了 我自己都在上面作過證 如果你查就查得出來 行政的意思是什麼 國會的行政呢 還是行政的那個branch? 就是白宮啊 行政部門 就是國會與行政之間的那個橋梁 他是一個 等於一個研究這個問題出報告 出這個中國政策方向的這個委員會 所以他與行政部門有聯繫 外交政策行政部門具體執行的嘛 所以中國怎麼看這個整個報告呢 就關係到行政部門外交部 就是國務院啦 國務院是怎樣處理啦 那這個委員會呢 它就是兩黨都有的 兩黨的 它是這樣的 它兩黨參議院有十幾個議員 眾議院有十幾個議員一起 那麼今年呢 是參議院的最資深的人做主席 眾議院那邊叫做co-chair 就是說等於共同主席啦 那麼第二年呢 它每年一換就做到眾議院這邊 所以今年呢 就應該換到眾議院這邊 那麼眾議院呢 原來應該做主席的 上次你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在國會直播的時候呢 我不是走去一個 這個人遲到不想回來 剛好人家開門我跟那個人談呢 他James McGovern呢 他是民主黨頓最資深的議員 那麼那次換了共和黨多數呢 Christmas 他以前做過主席 這次又做主席 以前做過幾次呢 以前做過 以前他最多access 那時候呢 就是一邊的主席是Marco Rubio 一邊的主席是Christmas 今天兩邊都很容易找到 那他這個所謂裡面有埋行政部門 就是白宮的下面的部位 有埋行的人參加了 那就是國會的政策 是不是政策跟他那邊 大家不想溝通呢? 當然啦 這個就是溝通完之後 大家討論完 聽證完 所有東西放在那裡 就作一種報告的形式出現 那這個就是政策指南來的了 哦 哦 就是國會通過這些東西 由這個committee去 差不多去貫輸還是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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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ommittee 反過來的 這個committee做了所有報告 比如關於新疆 新疆棉花這樣說 這個committee就出了報告 關於新疆棉花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新疆棉花的問題 就是這個拿一個例子去說 出了去之後 那國會在立法的時候 關於制裁 貿易那些 就會看到這個報告 這個報告是他們立法的基礎來的了 那國會也會跟著執行 比如香港這樣 它做了很多次香港問題的聽證的了 那我們會再多做一些聽證各方面的 那在國會立法的時候 就會參考所有這些報告的 這個是國會兩黨都有的意見 不是黨派意見來的 哦 那個Gallard跟他的關係 那個又是跟中國有關的 這個又是說明是中國 那兩個關係是什麼? 跟那個selective committee的關係是什麼? 那兩回事來的 這個是Jone committee 這個Jone committee是給了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 如果是96年的時候就一直都在 那它是屬於研究部門來的 那就是selective committee Mike Gallagher的 committee 是兩年的任期而已 就是現在 就是兩年 每屆國會可以組成一個特別的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有一個特別的使命 那那個委員會呢 它就具有國會 除了立法之外 它具有國會其他委員會的所有權力 就包括 最主要是包括聽證會的時候 出全票 叫人來作證 嗯嗯 所以它就很集中這個問題 它的 比如是CCC做聽證 是一種你不去的 就可以不去的 它叫我去 我不去的 但是 而且那些是很研究性 很普遍的 所以很多異見人士都在那裏作證 我也作過證 那麼這個selective committee 就很厲害了 比如這個John committee 就是Smith這個 他說中國的人權很大很大問題 中國在貿易中利用了什麼就出了報告 那麼selective committee呢 就執著說 國務院的人 你們有報告 你們跟中國有這種不正常的關係有沒有 你要來作證 如果它是不去的話呢 就要被人抓的那種 哦 有犯法就變了 1月6號委員會 1月6號委員會就大家看到很典型了 那個就是selective committee selective committee出來之後 叫你作證 不作證是藐視國會嘛 所以可以告的 可以入罪的 入罪的 嗯 那說話說呢 這個就是實際跟白宮那邊的一種溝通來的 可以這樣說嗎? 你那邊有一些怪聲 是那些是不斷的聲音來的 不斷不斷的 都一聲都一聲的干擾 你聽我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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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都沒有 我一說它那個就沒有了 對面的就是在弄 我如果不斷地重複 我一說就沒有了 我教一教它 教一教它 不是 這個是人為的 因為我一說對面有怪聲就沒有了怪聲 是嗎? 哦 現在你再說吧 試一下 1 2 3 有啊 有啊 你一說就有怪聲 我講話有雜聲 是嗎? 中間是有規則的電波聲 哦 現在也是 是嗎? 是 我從上一次 你繼續介紹 還有Christmas有機會去那邊 select committee 是嗎? 是 你繼續說 我重新說一次 好 好 我們現在講國會 Christmas我們很好的朋友 他就去這個committee 這個committee 現在講的Christmas的committee 基本上就是他出來的報告 比如他出來報告說 他國會有三個關於中國的committee的 現在 這個是CCC專門著重人權問題的 人權 政治 那些問題就是他了 另外一個 那個是經濟 那個呢 那個是著重貿易 經濟 那個問題的 所以select committee 其實是著重美國國內的 還有哪個有通共 哪個 就是中國有做了什麼事情 買通科學家 哪個哪個 那些問題 他們會去處理的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他可以做什麼幫助到香港呢? 這個Christmas這次 可能他兩個會都有機會 一個做主席 另外一個起碼做會員 做成員 是 這樣很簡單的 我們去到比如去游說 這是游說關鍵 你只是說香港的情況很差很差很差 他不知道做什麼的 你可以說香港情況很差 他開個聽證會 你沒有立法基礎 你去到我們建議 現在的香港人來到美國這麼多 這個情況 他們簽證到期了 那這個自由港法是不是快點通過 那你們是不是可以就香港人的處境 回到處境做個聽證 做個報告 做了報告之後呢 你跟著呢 是不是可以敦促國會參眾兩院 快點立法 這個就很具體了 只要去游說 比如我去游說 我的公開不用說 我下個星期國會在休會地區工作 下個星期是回來的 回來我堵在門口就說了 我自己一份報告遞上去就說了 你專門看美國之音為什麼和中國大使館有常規工作關係 那我是一句而已 一句我每天都抓住他 抓住他聽證文為止而已 香港這個問題是一樣的 你有一個你就要去游說國會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具體的事情 你可以坐在那裡聊天 就是沒有事物來喝茶 聊很久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是游說 就要有一個很明確的立法議題 小白 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比如現在香港立法會的選舉就是假的 我們要求他就指出這個問題 說他的合法性有問題 而他鼓勵香港立外搞一個獨立的 或者真的選舉的議會 如果這件事情怎麼做呢? 這個概念怎樣國會可以幫到我們呢? 國會可以出報告 這個報告中他做了一輪聽證 就是說香港的民主 他可以給他出報告 香港的民主現狀 香港的民主現狀 就是說失去民主的現狀 這個現狀呢 他就會說香港現在已經 這樣的情況 1、2、3、4 他會做研究 就是香港人 有另外一個機制他們要敢選 他們會指出這個事實 但是呢 香港是外國來的嘛 國會可以有一個表態 就說支持大家的民主選舉 但是呢 他不能夠立法 承認你這個 當然當然 那支持就很重要了 譬如他支持一個 香港人選出來的香港議會 是吧 就是普選出來的香港議會 這個支持已經很重要了 如果他肯說這個 這個難度高不高? 難度不高的 哦 難度不高的 那出資這個支持 就是國會 就是眾議院 會有一個這樣的 都要投票的 不是 不是 不用的? 支持是個表態式的支持 這個委員會 Smith的委員會 出個報告就可以了 哦 這樣就好 不用投票 又不用拜登簽名 他不是立法來的嘛 是啊 我知道 但是支持都是不簡單的了 如果美國議會 支持我們 成立這個選出來的 一個代表的 一個香港議會 那都是一個非常之 很重要的事情 會做調查 會和談過整個議會 很嚴肅的事情 是啊 是啊 那時間要多久啊? 下來才說 好 不要緊 我想讓觀眾大家了解 美國的程序 就是我們今天立法 我們要求他支持 但是就是 起碼一個 一任是有機會的 是嗎? 很有機會 就算不是他 但是他可以幫你 推快一點的程序 都不用一任了 那就是 只是這個CECC 還是要來Selective Committee 一起做? 只是CECC就可以了 這麼厲害啊? 哦 那就是簡單很多 那就是簡單很多 Elective Committee 不管這個事情的 哦 Elective Committee 更多的眼睛 是集中在美國國內 和中國的關係 那些問題而已 這個立場式的 是CECC就管了 哦 所以整個美國國會 去美國那一套 那一套東西是一大學問 不是小學問 是大學問 又沒得讀的 是嗎? 沒得讀的 要去做intern 做intern都未必懂得這麼多東西 我做intern 那些國會工作 是 1989年 我現在說我的立場是很明顯的 大家都知道的 上網查什麼都有 1989年的時候 六四之後當然是很氣憤 很多人說要斷絕 和中國斷絕關係 要斷絕貿易 那我當時呢 我的態度 我在研討會裡說 我很明顯的 我說呢 我認為呢 中國窮 中國人窮去造反 不是中國的出路 尤其我作為廣東人呢 我說 就是不能夠和中國斷絕關係 給那些專制者一個途徑 去將中國重申閉關鎖國 一定要將中國重申 剛剛我的聽眾中 就有這個 當時很熱的中國問題 我聽眾中就有這個 美中貿易委員會的人 他們過來找我談 我就去跟美中貿易委員會的主席 當時就一直談 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你的觀點 可不可以說出去 我已經說出去 我到處說而已 他說你可不可以去國會說 沒有問題啊 我的觀點去哪裡都可以說的 讓他們一下子 去華盛頓兩個星期 就走去國會去 他們約的 他們當然會有影響 就是和通用汽車公司 和那些 當時通用汽車公司派的 原來是駐華大使 武德科克 原來是美國的汽車公會主席 然後被卡特任上去做 去做駐華大使 和中國的關係很好的 不是卡特 是卡特 誰 不是Reagan 我忘記了卡特任上 那卡特任上做 我就開始認識國會的圖景 我第一次參議院 參議院 中議院 九月參議院見L哥 那是參議員 我很麻煞 我剛剛說了兩句 說你要說我就知道 差不多了 沒禮貌的人也有 當時是這樣 我印象最好是John McCain 這個議員 是很危險的 這個議員 我剛才坐在他的梳化裡 他的腰部不是那麼好 他搬一張小椅子來 坐得比我們更危險 不是 他的腰部不行 他搬飛機 那些人多數不是很高大的 不是 他被人擊落了下來 他腰部不行 所以他不能坐得 這種鬆軟的衣服 坐一張小椅子 所以我跟他談的時候 他搬一張小椅子 很危險的坐得 這個議員 挺有意思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熟悉了 等於是別人做國會工作 你從委員會這樣做 我就說一個麻煩你從高端做 後來就被去國會做了幾次證 參眾兩院 那時候就是講那個最優惠國的 是啊 最優惠國待遇 我是立場很明顯的 我同意 我支持給中國最優惠國待遇 但是我不支持給中國永久最優惠國待遇 哦 就是每年 是不是每年要重新檢討一次 是的 那次我知道 後來96年那次 我就沒有出面去支持 是 是 就是這樣 所以這段歷史 告訴大家 情況就是這樣 好 所以一開始 了解國會 是從高端開始 了解 所以後來對這些游說活動 等等 到2004年 當時我在自由亞洲電台 那時候 那些電台 硬要炒廣東語組 那我就跑去國會Lobby 給他Lobby回來 嗯 那些議員罵到那些 罵到那些頭死不肯 那後來 我再問回 那後來呢 我們講回這個最優惠國 那給他之後呢 永久給他之後呢 那個世貿那個 給他入到世貿呢 WTO是200 我知道 但是給他入到世貿那個最優惠國 那個就基本上 就沒有用了 不相關的了 沒有關的 變成你制衡不了它 制衡不了中國了 是啊是啊 就是WTO簽了之後 就大家都最為國了 那就沒有了這回事了 但是如果美國再收回那個最優惠國 又好像你講那樣 永遠見到一次 但是你進來美國 那些貨進來美國 是有關係的 現在這個很難做的 這些事情不是 因為有WTO 又去WTO打國際 哦 又要打國際 那些做不行的 而且美國現在 美國現在頭痛的是供應鏈的問題 如果中國全供應鏈裡面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全球化把東西打在一起的了 所以現在我聽說 去年那個中國輸賣去美國的貿易 還增加了 是啊 還差點增加了 就是現在煞車煞不了 那時候Donald Trump說供應鏈 拿回來實際上沒有發生著 而那個出口 美國 中國向美國的出口 還大量增加 增加得很重要的 那些十幾個百分比 兩位 兩位增長 所以這些事情 就是有時候 這種傾向 很多 就是美國在這個方面 美國人自己要檢討 因為它自己真的好像 這個真的吃了藥 那樣 對中國那種對便宜貨的依賴 最終這些巨大的利益 就是那些國際金融大額 那些人得了 現在Darbois那幫人 正在開會那幫人 是 但是美國 就是美國現在 民主黨上去 不是進一步去增加 就是美國的生產能力 以後進一步去摧毀美國 就是新能源 這些全部都摧毀美國的能力 所以 美國傳統的工業 所以我都挺感慨的 我都挺感慨的 但是他們現在說普通的貨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加斯 加斯的增長是不得了的 就是美國是沒有辦法 跟中共競爭 中國競爭那些東西 舉個例子 加斯 加斯 就是其它國家 是沒有辦法跟中國競爭的 美國當然競爭不了 其它國家競爭不了 所以中國只是加斯工業 不是很高科技的 它是非常的厲害 你知道每個人都要換加斯 每個人 每個家裡都要來 全世界 都在換加斯 只是它給它 不過這個不是國營企業 是私營企業 是的 那時候這樣 我是2014年 現在說回8年前 我就為加斯業 我就很感興趣 到底 我又去了幾個工業中心 和中國貿易的關係 加斯業 美國加斯業的中心 在納斯卡羅拉納 是 Green Green 我去專門採訪了加斯業的人 是 就是說它們所有生產轉石進口 那些加斯 那些加斯 進了加斯 整個加斯 整個加斯 就是那些招牌 全部加斯 那些加斯 那些加斯 整個加斯 那些加斯 那些加斯 那你去到那裡 你就覺得 你去跟那些人談 那些人跟我說 你說 木材 我說美國有很多木材 為什麼還要從中國運過來 他說 現在都不是用木材做 他是用木杀做的 那些是壓出來的 就是說你根本是手工做的東西 或者不是手工 機器做的東西 你根本趕不到那些一塊一塊壓出來的東西 那些質量又好 又不怕 現在這個整個壓板 還不僅是傢俬 現在最大的是什麼?是房屋 哦 魚仔屋 魚仔屋製的壓板很漂亮 因為你用木頭做 真是木頭做的 有蟲柱 又什麼東西出問題 它現在全部的粉壓石 用膠壓石板 看起來最大的木頭 又結實 又好 結果它中間的隔 又輕 又輕 它是很重的 它壓到一些膠來的嘛 所以美國根本就做不到 美國沒有這件事做 所以你要它減中國貿易 一下子就變成了供應鏈 就斷了 所以中美兩國都搞在一起 問題真的挺大的 耶倫和布林肯一齊要去中國 是啊 看他們講到什麼啦 這幫Darwals的人來的 又是去送貨 去大鎮中 是不是?看起來 現在說要跟中國減低供應鏈 現在越減越多 那裡就很嚴重 不如我也說 你說他們要對付中國 那些表面的功夫講完之後呢 做的事情是不做的 真是不做的 就是bottom line的最終 你如果不把本國的經濟生機打起來 你是沒有機會的 你本國不能夠靠政府補貼 不能夠靠大洗錢 不能夠靠養著窮人 這樣來發展的嘛 你最後那些人要做事的嘛 但是美國不肯供應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現在都說缺人的 去那些餐廳 每一間都說缺人的 那怎麼辦呢? 你就轉去供應鏈拿回來 你就沒有工人了 你試一下政府不給補貼 有沒有人啊? 哦 你試一下政府福利大削減 有沒有人啊? 有很多人啊 就是美國現在的 我還是說兩年前的數字 美國現在是24歲 25歲到54歲的人 中間有21%的男人是不做事的 真是來解釋 現在的那些空缺 就是每個公司都找人 空缺都找不到人 變成了有時候平常的業務都開不住 是啊 我前天我先坐下來跟州政府說這個問題 他們 因為細節我就不太多說了 我前天在Richmond蹲了一天 就專門跟州政府說 就是他們現在 現在我們這個共和黨州長就要專門 就很擴大去打這個 叫做Workplace development 就是說發展 讓那些人培訓一些技術 那些人可以有事做啊 那兩個下個星期還要開會 也是這些了 就是州政府要大力去做 但是呢 很多州 你隔離州 馬里蘭州 就大方 猛發福利 派錢 就是預算限額 不讓他超過 不讓他超過 拜登還在說他減了deficit 我猜過他 他一年多用2萬億 就是COVID 就每年多用2萬億這樣 那他現在減了COVID都過了 那他上任的時候已經在那裡走 已經開始減少了 你跟著那些這樣去買 但是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美國 我叫加州不更離譜啊 加州一個黑人要贖罪 補500萬美元給他 是啊 加州的朋友 有得搬就搬 全部你們的錢來的 你慶著交稅 那我就問他 第一 加州以前根本就沒有奴隸的 沒有黑人這件事的 我都不知道欠他什麼 那要賠500萬美金 那個黑人要賠500萬美金 那我就問他 那些錢哪裡來的 他就加稅了 哇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什麼政策呢 什麼政策呢 小孩子都明白這件事不通的嘛 不通的 是的 所以有得搬就搬了 真的 那接著就好笑 接著那些中國人說 好像你們的祖宗不是來美國做事的 那些反而真的做了奴隱的 而且被人趕回去 被人趕回去 那些就需要賠償了 現在有些人在說 反而應該中國人 唐人 以前那些祖宗來過這裏的 做事被人趕回去 那些人好像你可能有賠償了 我應該是賠償的 我跟那些人說 我有道理賠償 我媽的阿公和阿爺 都是來修鐵路的華公 修鐵路的華公 是啊 鐵路的華公 十九世紀後期地 1882年 鐵路修完之後 美國國會在愛爾蘭人的推動之下 通過了排華法 這個排華法所有中國人就不認 有美國居住權 不當你是美國 不當你是美國居民 是啊 趕回中國之後 我們受了多少罪啊 我們一代一代下來 我供他們坐牢 做極有份子坐牢 我們這些人 所有我們受了 是不是比奴隸還壞? 你是不是應該賠償? 是啊 所以現在變成了 你們的大條道理 就可以要求賠償 他人反而就沒有道理 因為他根本 原來加州從來沒有黑奴的 根本沒有這件事的 日本人當時二線的時候被困了幾年時間 後來通過 應該是Reagan 還是Clinton 通過法律 一個人賠兩萬多元 後代 是不是?我不知道 日本人是第二世界大戰 當他是間諜 就全部人入了集中營 賠兩萬多元 是啊 賠了一次 但是日本人少了 就是有紀錄這些 我們華人不是少的 特別是我們台山人 台山人每個都是 家家都是這樣 有得追就有得追 就是加州 如果加州的朋友 大家如果組織起來 現在在組織中 我前兩天在加州 聽到他們在組織中的 有一幫人直接去法庭 要求賠償 就是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活動 在這裡起動 是啊 我去到 你絕對有權 你們有權分得到 有名有姓有姓全部 只要是廣東台山 還是海南的 乃台南的 海南人呢 就可以說 有得說 百分之九十 台山人的家都在外邊 你是直系 你直系真正 我媽媽那邊是泰山皇家的 是 是 是 現在真的這麼說 黑人那天就完全沒有道理的 完全沒有基礎的 但是唐人呢 尤其是台山人來建鐵路的那些 絕對是這個道理 又不是有證據的 他那時候 拿你們趕回去 什麼通過什麼法律 那些全部有證據的 那些是不用爭的 差不多肯定 這宗官司贏的機會很大 是啊 我家四姊妹全部是美國公民 你賠啊 是啊 怎麼這樣 黑人都是的 沒分的 一直下來後代就是的了 你早知道 我簡直可以追上一點都不差的 你直接受傷害了 他現在黑人那些 根本就不是直接受傷害 你黑人就有得賠了 這麼多彌補 每一個黑人五百萬美金 半黑半白那些呢 你上去不知道運不了多少代呢 有幾百五百萬美金 是啊 他都說沒有一份 還要賠一份 是不是要賠奧巴馬那些呢 奧巴馬沒有的 奧巴馬的老爸是 他在夏威夷的 他在夏威夷出生的 他Kennia 他老爸Kennia 那些怎麼選的啊 怎麼會真的出一些這樣 就是你跟那些支持民主黨那些人 他講的那些理由 很什麼的 就是解釋不行的 完全不是實際的 就是說他怎麼解釋支持 為什麼反特朗普 他講的那些理由出來 莫名其妙的 就是根本完全是 就是沒有邏輯的 你有邏輯我就聽 我會送到位 我們都是很開放的 就是反特朗普 投民主黨的票是沒有邏輯的 真的沒有邏輯的 講不出邏輯 兩樣一個不出 不過現在幸好 現在我就想問問 現在那個馬卡迪說 這兩天開始了 就是關於那個預算 美國一直都在那些遮盤 美國國債的拼命在那裡破頂 拼命在那裡破頂 這件事是大事 會可能是拆了馬的 平均每個美國人 一個年代人小孩 什麼都不算 人頭是九萬多元 美金 一個月欠債 但是如果一個納稅人 真是交稅那些人 每個人投二十幾萬元 我說我沒有理由 我真的從來不借債的人 你拗馬的 真是無奈債外債 你就是納稅人 每一個納稅人無辜 負了二十五萬美金的債 國家跟你借的 你沒權說他借了給誰 給什麼東西 你走去打阿富汗 打伊拉克 去烏克蘭什麼東西 這樣說了10億為單位走的 現在又要大比 就是烏克蘭給了一千多億 你已經是再要再比 這樣比 伊拉克還沒完的 伊拉克給了多少 我們現在 真是沒有人記得去撿了 已經是阿富汗那時候 只是武器就調了九十多億 你那些這樣調的那些東西 小孩 我覺得這次 眾議院他們有決心的 他們有決心都不給他過頂 不給他破頂 不給他破頂 一定要某方面減 這裡才可以讓你過這個預算 你覺得這個可以搞六個月的 現在這樣 到六月份是到六月份才封頂 六月份之前有五個月時間 還可以談的 白宮已經說沒得談 說完了 他們的納豆沒有得談 是 沒有得談 看這幾個月就怎麼運作 白宮就說美國欠債要還的 要借這三十四萬億中間 每年的利息 只是還利息要還一萬兩千億 只是利息就這樣還了 你的數字全部都是天文數字來的 你都想不出那些錢怎麼一路陷上去 所以跟中國的問題一模一樣 跟中國的債務一模一樣 只是還息而已 你還息給你的收入已經還了一大部分了 我最大的問題是怎樣呢 就是在美國那裡 中國那裡也是一帶一路的無底洞來的 美國這邊對外政策的無底洞來的 沒有人監督嘛 你怎麼走到阿富汗發錢 你怎麼監督啊 你走到哪裡 對外政策外交部門 這是很大的漏洞來的 伊拉克還在那裡吐著 還在那裡漏著 哪裡啊 伊拉克 當然啦 當然啦 報紙都免得燈了 天天在那裡漏著 是啊 伊拉克在那裡漏著 那只是去了烏克人的武器 現在國會就說要查 走私走到整個中東南美 到處都是 一看美國的武器就是烏克人走私出來的 這些走私武器 那些錢一個月九十個億 養住了整個政府誰出的 一個月九十個億 美國沒有這筆錢的 只是養他們的政府 九十個億 養到那些人肥了什麼 後來那天看採訪 就笑美國這邊的人 原來你們這麼窮啊 原來你都不知道怎麼說啊 你都不知道怎麼說啊 還好笑啊 巴基斯坦那次阿富汗翻了一些武器 就是翻了美國武器 現在賣回給烏克蘭了 你送給烏克蘭 這個問題美國國內自己這樣送錢 這樣整飯 美國國內自己的生產能力 這樣跌倒 這樣依賴中國進口 國內這樣用錢 你幾頭一劫呢 美國再有錢再富裕 國家被人滑空了 我最緊張的 坐下吃三分 我們家來的嘛 坐下吃三分 全世界都靠它的經濟穩定的嘛 美國散了就全世界散了 整個金融系統都散了 遲散早散的 老實講的 不過今次眾議院那裏可以殺到制的 因為他們管財政嘛 殺多殺少的感覺 你不太好啊 第二個現在眾議院殺不到 眾議院就沒有辦法說 錢的債是不還的 這個是做不到的 是 眾議院唯一能夠做到 就是硬要政府減了哪些項目下來 就是說這個增加這個風頂 是增多增少的問題 不是增不增的問題 哦 就是都是要給它穿頂的 都是要給它穿頂的 但是穿多少的問題 是穿多少的問題 現在是多少的問題 不是有沒有的問題 所以這幾點八 這個國家 人家有權有銀子 就是有這樣的痛苦 沒有錢就沒有錢的痛苦 他真的有錢過頭 隨時可以印錢有那種痛苦 現在說回各個州沒得印錢 就要自己想辦法了 加州到時欠債欠死 看他哪裏借了 怎麼辦呢 他這樣搞法 我們州沒有欠的 就是Florida那些 就是基本上沒有欠 它是財政是 我們州有叫Rainy Fund 就是大家那些 用剩下的錢撥下去 我們州是有盈餘的 哦 哦 沒有債欠的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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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然聯邦又欠一筆 州又欠一筆 那些人民無辜的那麼多債 紐約那些加州就欠到死了 他們又無權印銀子之後加稅 聯邦印銀子 州就是加稅了 除了加稅沒有別的 加稅 賣地 賣 license 就是說可以去賭博 那些 license 可以做那些東西的 所以你看到州如果做了這些事情 馬里蘭州就賣了一些 license 去賭博 整個堂場在那裡 我們州死都不開的 嗯 哦 我們都沒有賭場的 嗯 那時候就說 看到馬里蘭這麼大的利益 拿了賭場去那些開 一說開賭場 州要在那裡罵死的被人 說就是不能夠道德敗壞 現在哈威爾的民主黨 也是赤字一塌糊塗 又說要開賭場 就是實在沒有辦法開賭場 如果開賭場 所以那些有錢人 就好像Bill Gates那些 他們買了一些島 買了一些地 將來如果開賭場就發了 那些人 整件事情是笑話來的 就是 哈威爾的赤字也有多到 我可以去念 開賭場第一反對是警察 就是那些執法部門 說你可以賭場害死我們 是 那就是 所以執法部門反對 地方反對開賭 所以你要賭錢過何賭 沒有得 好啊 保持一些清淨一點的地方 好啊 我們這段時間 不是那麼多其他特別的新聞 不過呢 史密斯那裡 就對我們香港是很保的 他那個支持 因為美國支持 其他國會 其他國家的國會 比如歐洲啊 英國啊 澳洲啊 印度啊 都有機會支持 那一輪支持呢 這件事對中共在輿論方面 對我們是很有利的 所以我們可以 多謝 不用再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